一人大S没开二度 跟韩星聚聚院来闪婚 由于她又是先斩后奏 惹得S妈好像很不高兴 甚至扬言她不见新女婿 也不再理大S 不过稍早传出 小S已经跟新姐夫见了面 媒体进一步求证 小S跟姐夫吃饭的时候 S妈有没有在旁边 小S表示说吃了吃了吃了 她妈也一兵吃了 证捷也证实了 真妈妈跟大S还有聚聚院 三人其实已经正式的破冰 不过另外我们同步 来关系娱乐焦点 魁魏七年阿妹再度攻蛋 登出了阿妹条款的三天三夜 阿妹要粉丝不要跳动 因为全场少万人太一跳 恐骂隔壁的邻居都傻眼了 所以该以稻草人方式来摇摆 歌迷们脚步离地 用类似萝卜蹲的方式 来跳完了三天三夜这首歌 大家都直呼膝盖 快要酸死了 魁魏七年重新攻蛋 再唱三天三夜 阿妹要歌迷用稻草人士跳法 那我就教你们 就在这边就是稻草人 就是微风的时候是这样 小小的 慢歌 然后中快版的时候就这样 然后像某天某夜的时候就这样 一直这样蠕动 有没有 全场稻草人是摇摆 嗨到最高点 演唱会中还意外发生小插曲 有粉丝希望阿妹可以站近一点 结果阿妹误以为粉丝是在骂他 他刚刚是不是说过来 可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你真的很凶耶 我好喜欢哦 怎样你说过来 但我只能在这边啊 好吧 你不会自己买前面一点哦 演唱会结束时阿妹还不忘 调侃粉丝 你们的声音真的太强大了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明天上班 也有这样的声音跟精神 我祝你们明天酸痛 祝你们明天撒哑 守住阿妹条款稻草人士的三天三夜 依旧嗨反粉丝 记者综合报道 一期间呢 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